風嬌嬌雲飛鴨 荒沙澎澎 馬蹄芒 踏遍了 寬山寬里 離間了 光燒風霜 在巫宗 去巫陰 霞鳴長斑 劫華霞 只問人間不平時 那段的兒女情傷 風嬌嬌 蟬飛鴨 風嬌嬌 風嬌嬌嬌 馬蹄芒 經過兒女時無霜 天生虛 霞骨柔長 天生虛 爹 天生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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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我敬你杯酒 你放心这酒里没有毒 你喝了不会死 而且这是大内圣品皇帝御赐 你可不要辜负他哟 乖乖的把他喝了 小姑娘 我萧鹏生平很少敬人酒 尤其莫经个姑娘家 更尤其还没有人敢在我面前 把我敬他的酒磋的 公庙 是 是 喂 快 燕姑娘 相救之情不积言谢 大将军不必多礼 拯救宗粮是我们江湖人应该做的事情 燕姑娘何以知晓本官有难 是我们武林盟主之命 所以我才前来向祝 有你们这些忠肝义胆的江湖人士在 朝廷就有救 大将军 大将军 我们盟主会亲自前来迎接大将军 不过还得请大将军在这儿委屈来 不过大将军您放心 在这五里之内是一片矿 毫无遮掩 而且 我已经派人去监视 如果有什么动静的话 我一定会知道 哦 本官 对自身安慰 从不忧虑 倒是希望姑娘 能谨慎小心才是 大将军 不必担心 我们江湖人士 以气节为重 对生死 看得很淡 在必要牺牲的时候 我们是一波如此的 燕姑娘 本官想知道 在此次行动 究竟有多少人不幸遇害 据我知道 是白杨客战高家妇女 被萧鹏他们裸去了 为了本官 累积无辜 本官十分内疚 大将军 不必内疚 我们一定会派人去救他们 只怕呢 狠毒的萧鹏 不会留他们活口 不会 萧鹏如果要杀他们 早在客栈就动手 只是萧鹏把他们弱去 必定还有别的计划 那燕姑娘 是否赶紧前往相救 免得迟了发生意外 大将军说的是 救人如救火 我自就告辞了 天佑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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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流行 这可言 根本 金燕子,我們宵夜料得一點兒也不錯,你一定會來,可是你已經被我們團團的包圍住了,你就想插翅也逃不出去 就憑你們兩個三角貓的功夫,還不在我眼裡呢 你胡說,來,跟我上,來,三角,走 來,帶那個拼了 金姑娘來了,為什麼不通知我 憑你們幾人功夫,還想困得住金姑娘 還不給我推下去 是 金姑娘,為何我們見面總是刀兵相見 肖鵬,你又在想耍什麼花樣了 哈哈哈哈,金姑娘,假如你是施食物的話,我肖鵬倒可以向相爺推行 憑你這身功夫,一定可以飛黃騰擋 肖鵬,你要我學你一樣,任賊做父,為那奸相而賣命 金姑娘,何必如此固執 肖鵬,你可知道那個奸相有叛國的陰謀 哈哈哈哈,那又何妨 相爺叛國假如成功了,那我肖鵬豈不是立了大功 到時候,高官候爵,榮華富貴 我像叛囊取物一樣,隨心所欲 你只是一己所利而已 哈哈哈哈,我肖鵬野心,其盡於此 肖鵬,不管你怎麼說,也是你個人野心 你又想過國家民族的大義 好,想不到,金姑娘創蕩江湖 還能顧到國家大義 肖鵬倒不相信,金姑娘在江湖拼殺私鬥之時 還能培養出愛國情操 愛國之心仍仍仍有 這是身居於來本能,你能懂嗎 這 你賞盡天亮,量力也不懂 閉嘴,竟敢對相有無理 媽 讓他去 讓我去 我還不想去 金燕子 怎麼 我肖鵬放一條生路,你還不想走 我要把他們一塊兒帶走 你可以先回客棧等他們 肖鵬會把他們送回去 我要自己帶他們走 趙鵬很熟 淺 今夜 为何昨日 相约决斗之事 算约不去 有事的大王二人 我没有空缺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在身 没有功夫跟你比健全 好 那我们就在此地 一决生死 你把我桌子砍掉 我怎么吃饭 你 你把我床砍掉 我睡在哪里 你 好吧 你把我桌子也砍了 床也砍了 我们只有禀活禀活 这是我 你请 我可以 你 这 我这 你 你 我 哈哈哈哈 少大俠 對不起 大喊巧 敬業 告辭 小跑 燕姑娘 你該謝謝我給你結尾才是 你有什麼貴幹嗎 呃 我給你送來一份禮物 小偷 你 燕姑娘 不必緊張 這小姑娘並沒有死啊 沒有死 不錯 她只是醉 醉 哈哈哈哈 我 給她喝了 稀釋其珍 所以她就醉 是千日醉 燕姑娘 你真是見多識光 小朋友 你到底想怎麼樣 一般人嘛 喝了千日醉 都以為要醉上一千日 其實不然 喝了千日醉 要是沒有解藥 醉上三天可就永遠醒不過來了 小朋友 小朋友 有這個解藥 對不對 不錯 不過 我要你交出大將軍 一手交人 一手交藥 好 明日廟生中秋第一巷的時候 蕭鵬在封樹林等你 燕姑娘說得好 咱們是一手交人一手交藥 小鵬 你還有什麼不捨得出來的嗎 哈哈哈哈 燕姑娘 我蕭鵬人從來可是不送人禮物的 希望你珍惜這份禮物 告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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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避人而过 免招人杀害 你的心愿已了 为什么还不离开呢 于心不敢 难道你真的还存有从恨之心 但是你的伤药是还不好的话 你会死在这儿的 荒荣的死也值得 你在说什么 你有救我 重要的责任在这儿 你不要管我 你去吧 你去吧 请问 荆燕子 是不是在这儿 你是谁 在下 少龙 原来是你 北派第一剑 你是来找 荆燕子决斗的 没错 身为一个剑客 只想私斗 孤名钓鱼 不为国家敬重 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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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人 居然敢教训起我来了 我是个垂石子 不敢冒犯 只是奉劝 哼 是 十八年 四年 如今 我要病入高亡 现在 我又能做些什么 前日醉 这是大内的圣品 喝了以后 不要过三天 就会被醉死了 大将军 也知道此药 我明白 肖鹏 靠了解药 又以平平的生命 做了妖心 我明白 肖鹏 要你交出本官 对不对 不出大将军所料 他跟你约定 什么时候相见 明日日出 妙宗 第一身想得少 所以今晚你来 要本官赶紧离开 你已经决定牺牲平平的生命了 将军 这也是逼不得已的 我只是想 先把大将军脱离危险 然后再去找千日罪的解救自放 燕鬼 这你也太小看千日罪了 千日罪之毒 只有下毒之人才能破解 这 燕鬼呢 本官要你明天如约去跟肖鹏见面 把我交给他换回解药 以拯救平平的生命 不 不 大将军 这可 万万使不得 燕鬼 平平姑娘正值花样年华 生命要比老夫可贵得多 再说 老夫 竟活够 好 大将军 你身负涉及安慰之重责 如果没有了你 朝队的奸相 就更加仓狂了 燕鬼娘 你放心 只要本官一死 就会有人替代本官 设法靠见圣神 取出奸相叛国的证据 这份证据 也就是他们迟迟不敢杀我的原因 他们绝对没有想到 本官 早就把这份证据 交给别人 但是 所以 老夫生死 不关重要 你只管照我的话 去换回解药就是 大家觉得 素 金燕子 难以从命 本官心意已决 燕姑娘不必再说 本官身经百战 难道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死得其时 什么时候死得其所 严谨 不要三心二意 你去吧 来 少 少大侠 你怎么到这儿来的 是他们让我进来的 你也别忘了 我也是江湖中人 更何况 我们少家 也是中粮之后 你该不会怀疑 我会出卖大将军 你来干什么 和你力决胜负 不行 你 金燕子 你到底是何剧情 为什么依托在他 少大侠 你这个人 真正不明大气 在这国家多难 拯救中粮之时 你还谈什么武林恩怨 争什么江湖第一剑 金燕子 你每一次 都用这冠冕堂皇的话来拒绝 如果你是怕我 就向我跪地求饶 我立刻回天山去 天山 少大侠 我曾听说你们北派少家 除了在剑术上 圣极一世 在医术上 也是一代中师 是又怎么样 我想请你帮个忙 那我就跟你决斗去 你说 帮什么忙 去看一个病 什么病 千日罪 千日罪 这样如何去治疗 除了解药 别无大法 看来少家的医术 也不过如此罢 慢着 家兄 曾经用过 打通三十六穴道的方法 解开千日罪的九度 不过 我对此道不经 恐怕无能为力 那你为什么不能试试看 人在哪里 白羊可在 少大侠 怎么样 恐怕 没什么办法 谁下了什么 谁下了什么 烧鹏 为什么 因为高家父母 帮助大将军脱离险阱 才遭到烧鹏杀死毒手 陷害忠良 令人痛恨 这是我们少家 祖传的天山解毒 可以拿给它试试 如果有效的话 佛小之前 他应该可以苏醒 有用吧 这 除非是奇迹出现 请问您是少大侠 有错 我家小爷 有请少大侠过去一趟 好 他请我去做什么 这个 在下不知 如果我不去 少大侠 请您赏个脸 不过 我家小爷 也曾交代过 如果 少大侠 不敢去的话 也就不必勉强了 笑 我少公从来就没有怕过去 走 请 小爷 早再下来 不知有何贵事 少大侠 听手下人说 金燕子 将少大侠请了去看病 可有此事 少家 向你剑术和医道传讲 为人抗病 乃分内心 少大侠可曾想 如此一来 虽然讨好了那金燕子 却得罪了我肖毛 少女 从来不怕得罪任何人 明日 日出之时 我与金燕子 在枫林颇有约 到时候 少大侠 可以去和金燕子一决胜 是 少女 正有此意 那 少大侠这种一敌一友的态度 可的确是令人难以捉摸 少大侠 我少人做事 从来是我 行我所 不愿意受任何人的拜托 哦 那我与少大侠相约之事呢 只要我胜过了金燕子 伟大将军 自然属于你所有 这不就等于是 我帮了你个大忙啊 少大侠 肖毛自知 武功方面 敌不过金燕子 到时候 尚请少大侠鼎力相助 不愿意 相爷尽管放心 明日 我必杀金燕子 前日队解药在此 班长 我现在世事人解药 是真的还是假的 接着 平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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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媳妇 小杰 长大将军 老大 小 friends 哈哈哈 嗯 别太得意 三天之内 我一定要把大将军 挣回来 你恐怕活不到三日 现在眼前就是人想要你的命 你呢 不是 是谁 看 少大小 金燕子 今天 你我总该做个两段 就在此地 咱们比个高地 少大小 你来的真不是时候 你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今天 我还没把你放到我的眼里呢 嗯 好 你说话居然这么狂啊 少大小 我不是这个意思 在我没有把大将军救出之前 我没有心情跟你谈什么私人的恩怨 哼 哼哼哼哼哼哼哼 这恐怕由不得理 尤其今天 有萧爷在这 正好他来做个见证 论断一下 咱们南北剑法 南北两派谁的剑法高低 少大小 我还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 没有心情跟你开什么高高低低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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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剑子 少大侠 你现在是北派第一剑 多谢萧业夸天 相爷对于你这些江湖草马 早就十分心腹大 你也走不了 你也算是一大门派 咱们去做奸相的走狗 住口 走 金燕子 你死了 你要知道你死的话 你不是金燕子 这是我 生动极西自尽 金燕子对我小也大也 所以我就抛出了私人的恩怨 联手出奸 我 小小小鱼 被国仇奸 你 你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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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骨肉 直到今天为止 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那我 我四月里 秀秀 快过来叫爹 秀秀 过来 快叫爹 爹 我说就是 想하게 fishing 你们母亲缘 我也对不起你 爹 世修 秀秀秀 我也应该为国家 做掩饰 你就是為了這個原因沒有走 我聽他們的談話 我就決定留下來 我 我得了決定 死不就好 不就一世 我願應該做一些保銷國家的事情 那我死也贏不了 爹 董大俠 你放心 我會將你的病治了 不行 小紅樓一高強 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頂得過他 剛他拿隱藏 一時五年俱悔 治不好 爹 爹 小 小梅 修修 不要哭 不要哭 金大俠 你 你要 我會 為 為我 珍重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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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